由琉璃柱藝術家江雅雷 带领众人念者皆告导词 揭开排完族艺术家吴玉玲各展 母神的备忘录的序幕 这是吴玉玲与上百位知者 编织出部落的故事 我觉得这个是有责任 有负担的一个创作 除了视觉的美感的享受 我更希望带来的是部落的女性 是怎么样如何来面对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活下去 我觉得这个是很值得去被记录的 这次的展台叫做母神的备忘录 其实吴玉玲它藏了非常多 对于过去已经离开的生命 以及未来即将到来的新生命的祝福 跟期盼在它的备忘录里 而这样的备忘录不以文字诉说 而用勾针神线共同之作 一件件巨幅作品 不仅色彩斑斓 更注入了职责的许诺与期盼 聊播的过程也撩动了妈妈小姐的三甜苦辣 我们在聊那个年轻的时候 在谈恋爱的时候 跟男朋友在谈恋爱的时候 因为在原乡部落的时候 我们会互相串门子 可是到了那个里那里 就没有这样的串门子的事情 所以很可惜 所以他就创作的时候就会叫我们一些部落的妇女帮她制这个作品 部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一种生活具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马拉署的 没有一个人成就 是大家一起成就的 我们的婚伤喜庆 这些很重要的仪式 大家都会聚在一起 一起祝福 强调团结的力量 身为马扎扎伊兰的她 抛开曾经自由奔放的过往 透过创作强化人与人的连结 让人看到当代女性的坚韧与盼望 我在学习如何当当代的马扎扎伊兰的女性 当过去大家很刻板的印象 马扎扎伊兰就是要被服侍 但是现在的马扎扎伊兰 那个公主她可以当工人 她可以做很多部落的小事情 可以帮助更多更多的人 这次在她里面 我自己我深深的感受到 吴玉玲她是一位用着她的生命 她非常大的努力的一个热情 来为她的家园 以及她们的文化传承 所奉献出来的一个作品 吴玉玲表示 创作让人更温柔更温婉 希望观展民众从交织的神仙 感受支者的情感与灵魂 也让当代女性能够获得安慰与勇气 原始新闻可从马耀薛家荣台北市参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